早前已经提及过 这幅由基沙金字塔至耶路撒冷的星图 让我们明白到 原来神的掌控 是超越了时空穿梭这种能力所能够做到的范围 并且 也超越我们想象中 我们可以藉着时空穿梭能力完成的事情 原因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他们希望时空穿梭 去改变自己过去的一些决定 令自己的人生 再重来一次的时候 能够活得更加好 甚至乎修补人生的遗憾 然而 又有谁能够想到 我们可以藉着时空穿梭的能力 无声无色地 制造出这些庞大的星图呢 即使有人想着这么做 但其实 就算给他们可以无限次时空穿梭 他们又是否能够想象到 应该怎么执行呢 如何在历史上 在所有人都不知情底下 制造出这些星图 及共同信息呢 当我们尝试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 单凭时空穿梭的能力 就算可以无限次穿梭 也无法做到 因为 当中还需要用上其他更加庞大的能力 是远超我们幻想的时空穿梭能力 甚至乎 是一些非常戏剧性 好像武俠 先后般的能力 才能够做到 然而 就算是最有幻想力的武俠小说作家 也都从未想象过这种桥段 以164亿年的时间去铺设 制造出这些庞大的星图 并且 在人不察觉 不知情下出现 意思是 在无任何涟漪效应下 好像顺其自然般 于历史中不断持续发生 甚至 直到现在 仍然不断以共同信息的方式 印证过去的建设 假如 不是2012信息的话 世界上 根本无任何人 可以打开这个秘密 也都无人能够知道这个秘密 到一个阶段 就算只是分享出来 亦都要十多年的主日讯息 才能够完成分享这个部分 假如 是亲自动手 兴建这些星图 及共同信息的话 当然 就要花上数千倍 数万倍的时间 所以 世界上 有谁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呢 岂不是 一帮由将来回到过去的人 也只有他们 才可能亲自动手建设这些共同信息 因为 只有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人 才可以报下这些将来会应验的星图 也就是说 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 早已经有人 与建造星图及共同信息的建立者 作了沟通 例如 拉线距离 与圣经拜布局 其实 于兴建时 已经与将来的我们沟通好 之后 才会诞生2012信息 否则 拉线又怎样可能拉出2012 4794的数字 所以 这些建设 必定是将来的我们 回到过去安排好 当中的铺设 也是远远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 原因 对于时空穿梭者而言 最容易做的 必然是破坏 因为 往往只需要几秒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 而且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 要我们回到过去 与世界上 重造一次这些巨大的星图 其实 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虽然 重造一次的事物 已经是我们眼看 与历史中曾经发生 一些已知的存在 例如 我们眼前的所有星图 历史中的共同信息等等 这些都是现存的事物 他们的存在 并非我们凭空幻想出来 而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 并且 所能够想象的可能性 包括 Marvel电影系列的英雄 就算是拥有最庞大能力的 Thanos 打了响子之后 亦都只能破坏一个地方 而不是刹那间建造出各种庞大的建设 此外 这些建设 不单只要隐藏成为历史密题 同时间 亦都只有某些人能够知道这个秘密 留待2009年 先让某一帮指定的人物 开始分享这套信息 并且 于十几年间 就好像时间感浪搬 每星期揭示出共同信息 伴随着主日的分享而出现 而分享的第一个题目 刚好 就已经是拉线 一个黄跨整个星图的秘密 由星图的开始 基萨金字塔 黄跨整个西内半岛的牛角 再到耶路撒冷的牛腿 指向圣殿 这个距离 刚好就是2012 代表着最能够解开这个星图的 就是2012信息 对于这帮建造者而言 这种复杂性及预知的程度 已经远远抛离了先知的级数 甚至乎 任凭最擅长写神幻小说的作家 亦都无法于想象中 创造出这种级数的奇幻小说 更何况 这个不是写于纸张上的小说 而是确实总立于世界上的各种建筑物 然而 单单只是星图的起点 代表猎户座的三座基萨金字塔 由12000年至今 都无人可以再复制另一个基萨金字塔 而且当中的精密设计包含各种数据 隐藏着各种共同信息的数值 而时间 却是杜亮恒尽未出现和制定钱 直至近代 人类创造了杜亮恒的数值 并且有了人造卫星 可以测量两地的距离 这个秘密才慢慢被打开 所以 必定是一帮可以时空穿梭 活在不同时代的人 与当世参与建设的人一起合作 才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 并且 他们不是仅限于基萨金字塔的时代 而是于历史上一直存在 一直与不同时代的人合作 直至今天 于我们不知情底下 继续兴建各种的建筑物 继续安排不同事情的发生 成为给予我们的共同信息引证 这个才是最神奇的地方 因为 周年又说牧师自己 也都不会思到 每星期的主日信息 在加入精华短片之后 实际上会在哪一个段落完结 甚至乎 有时会因为一些突发事情 将整套信息推迟 正如关于Bitcoin的信息 就推迟了6年才播映 而现时 《收保时间的遗憾》这一套信息 即是在几个星期之前 才进行录影 有例如 每日的灼在溪水旁信息 每一篇播到哪一个位置 也不是由有或牧师决定 然而 这帮幕后掌控者 他们能够预知主日信息 以及灼在溪水旁的进度 如先埋下腹笔 于分享当日 会是同一个星期爆发出来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其实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他们竟然能够用历史建设 去回应我们当星期的信息 到底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这个就是令入魂牧师 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正如之前也曾经提及 很多人幻想 只要他们懂得时空穿梭 就可以掌控一切 但是其实 这些只是仅限于破坏 因为 幻想一些破坏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幻想去建立 尤其是这种级数的建设 和按时间爆发的共同信息 就真的是十分难以想象的级数 当中所寻藏的能力 完美无瑕的建设 是远远离开过破坏的力量 破坏一个地方所需要的力量 固然是巨大 然而 智慧和知识的能力 它是另一种力量的表现 就如 你可以用随着的力量 去杀害破坏一个人 但是 你又能否用同一种力量 去创造一个人出来呢 创造一个人的力量 正正就是智慧和创造所展现的力量 这个就是为何 入魂牧师在探索 修保时间的遗憾这个领袖的时候 会如此惊叹 将来能够时空穿梭 返回历史作出全个布局的时候 竟然拥有 如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知识和智慧 甚至 远超人类所能幻想的程度 这种力量 即使所有Marvel英雄加起来 也无法做到 必须有眼外更多 更庞大的能力 才可以制造这些 现存在历史当中 只向我们的大量共同信息 因此 在几年前 入魂牧师分享时间的秘密信息 解构1985年电影回到未来 于电影30周年那时 分析出各种只向我们的信息 包括石安教会的标志 又或牧师当年的住处等等 当时 对于这种时空穿梭的级数 能够做出这样的布局 已经令我们大大震撼 并且 这套电影 是真正以时空穿梭为主题 主角 Marty McFly 以时空穿梭的力量 尝试解决他的问题 这个已经是 荷里活A级电影的编剧 所能想象到的级数 但是 今时今日 并非以一出电影 去容灾吸引我们的信息 而是以一个全球最庞大的星图 以及历史上各种建设 去指向成案 这样当然 已经远远超越Marty McFly 单是以时空穿梭能力 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再者 就算Marty McFly 能够时空穿梭 于时间流当中追逐 但是 他始终都会变老 甚至会死在时间流里面 但是大家能否想象到 历史上 吸引我们的共同信息建设 是由164亿年前开始 由Giza金字塔展开 直到现时 都一直未有停过 这一帮人 不单只可以时空穿梭 并且 是可以随意地任意穿梭 不会因为时间而变老 是永生不死的级数 并且 当他们无数次时空穿梭之后 他们所做的事情 也都能够避开任何回遍效应 这样才导致现时 所有建设 都能够一日不偏差地引证我们 当他们做完所有事情之后 连香港的经济 建设和设施 都完全不受影响 可见 他们在时空当中 能够做到的程度 其实已经超越了人类幻想当中 时空穿梭的死症 这样 何为人类幻想当中 时空穿梭的死症呢 我们所见 有关时空穿梭的故事和电影 也必须会有一个死症 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举一个例子 假如历史是一条横线 一路前进 这样 当主角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了一些遗憾 例如 主角的母亲发生车祸而死 这样 主角返回过去 就是不要让母亲外出 自然 母亲就不会在当日发生车祸 但是 主角这样做的话 虽然 母亲固然不会死亡 但是 原有的时间线已经被破坏 也就是说 时间线A 是妈妈遭遇车祸死去的时间线 而时间线B 就是妈妈没有遭遇车祸 能够继续生存的时间线 这个就是最普遍的时空穿梭桥段 于时空穿梭之后 将会有两个时空的平衡线 意思即是 即使历史被改写 但是旧的历史仍然会继续存在 只是新的现实里面 就会由主角时空穿梭而开始 出现这种桥段 是因为人们即使在幻想当中 也无法解决蝴蝶效应这个概念 所以 主角时空穿梭的次数越多 出现的新现实也越多 这个就是人类幻想当中 时空穿梭的死症 而新一代的时空穿梭影片 如《命运石之门》 它们的桥段 就是如今科学上量子力学的极限 令你可以不断穿越A、B两条时间线 在不同的时间线上不断存续 解决它们的难题 然而 于世界上 只向我们的建筑物和共同讯息设施 就是向我们证明 其实历史并没有A、B时间线 时间线只有一条 也就是说 将来 居然会有人可以做到一个阶段 即使进行了无数次的时空穿梭 无数次改变历史 也只是发生在一条时间线A之上 绝对不会产生任何回叠效应 连以效应 这是一件何等疯狂的事情 为我们铺置历史的 不会因为它们返回过去 制造了一幅西内半岛星图 就改变了往后的历史 令其他共同讯息不准确 或是令我们进入了另一条时间线 这些星图 共同讯息建筑物的存在 已经让我们明白到 建造者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时空穿梭 但是 所有历史 仍然会按照他们的计划而推进 不会因为胡调炮鹰而被破坏 也就是说 我们从未进到时间线B 而是仍然存在在时间线A 在这里看到所有共同讯息 并且一路发现这些存在在A线的共同讯息 也因此 这班人所拥有的力量 不单只是远超人类现在的力量 甚至乎 是超越了现时人类所能幻想的力量 超越现时所有科学学说 因为 即使人们憑着科学去幻想 亦无法跳跃涟漪效应的死角 最终 亦才能幻想出无穷的新现实 但是 从所有共同讯息的建设 它是让我们知道 这班人所拥有的力量 是足以让他们在进行时空穿梭之余 亦不会产生任何涟漪效应的级数 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级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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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